老师们排排坐 陆去施打疫苗 有了这一层保护力 学生才能够安心上课 对学生来讲 对他们应该也会比较安全 就是自己免疫力提高 就是有抗体之后 在上课起来也会比较安心 前阵子现在上课 其实都见不到学生 那教学的效果还是会有打折 那希望可以赶快开学 跟学生就是可以直接的授课 迎接27日 疫情警戒将为二级 补教业者已经期待许久 金融帅全国之先 25日先帮补教老师快筛 26日分为5天 陆续施打疫苗 那金融市所有的补习班 也会比教育部更严苛的一个管理标准 来进行所有环境的清销 然后我们设了两道的关卡 在补习班的大门 先进行第一道的量体温 手部清洁 第二道进教室之前 会再进行第二道的一个清销 那以达到把病毒的一个传播链给断绝掉 金融市国中高中老师施打疫苗 那同时我们也针对补习班从业人员及老师进行疫苗施打 目前中央对于补习班从业人员如果要营业的话必须要有施打疫苗14天拥有抗体或者是有三日内快三阴性证明 那我们在这边呼吁我们高国中的老师以及补教的业者老师 就是大家踊跃来接受疫苗的施打 市长林佑昌特别前往视察疫苗施打情形 强调市政府针对教育从业人员保姆人员都优先安排施打疫苗 希望让教育学习不中断也能够更安全 从零岁到二岁的保姆的部分也帮保姆做快筛然后帮保姆打疫苗 那其实这个都不在中央的规划里面 然后从三岁到六岁 然后六岁到这个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也都一并处理 然后补教业的老师也一并 那这样子就可以从零岁一直到这个十几岁的小朋友要复课的时候 老师也比较安心 然后家长也比较安心 那不好意思让各位老师 这本土疫情这一两个月让大家辛苦了 面对九月即将开学 金融市做好准备 要让老师们有保护力 学生才能够安心上课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